行孩子调皮,把啤酒瓶从高楼扔下,结果当场砸死了人,英书已坐镇评论区,发狗头或艾特朋友可进安全屋,这是发生在2022年,那天李阿斯刚上班,警务大厅中就冲进了一对夫妻,显得十分惊慌,两个人语言有些颠三倒四一会说有鬼,一会说报案,到后面又成了自首,李阿斯当警察多年了,这种遇事情慌的还是第一次见, 另一个阿斯一边安抚一边坐起了笔录,等待夫妻俩被安抚的差不多了,这才稍能组织语言讲起了事情的经过,原来是吊熊霸,是附近一家工厂的中层干部,一家三口就住在这个片区,昨天晚上七点多,熊霸熊霸两个像往常一样,一个做饭,一个在沙发上玩手机,而四岁的熊孩子正在阳台上玩着玩具,熊霸拿一会手机便向阳台描演熊孩子的情况, 偶然间发现放在阳台上的两个啤酒瓶子,再一看可把熊霸吓得不轻,熊孩子正拿一个酒瓶子准备往楼下扔,吓得他一下窜了起来,想去阳台阻止儿子,可还是晚了一步,那酒瓶子还是被扔了下去,熊霸往下一看,心一下就提了起来, 因为这时楼下走过来了一对小情侣,那酒瓶子正向其中的女孩头顶砸了下去,惨剧就在一瞬间发生了,熊霸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,等他再反应过来,那女孩已经倒在了地上,头上不断有鲜血涌出,旁边的那个男孩反应过来后,抬头就向楼上看去, 熊霸这时反应够快,钻进屋关上了门窗,熊霸还能说啥,总不能让熊孩子也看到血淋淋的现场吧,正在这时,熊妈从厨房出来,见熊霸一脸的惨白,就问了她,怎么了,怎么脸色这么差,见到老婆,熊霸再也忍不住了,哆嗦着把熊孩子扔啤酒瓶到楼下砸死人的事说了出来,熊妈也经不住事,吓得人都麻了,很快,楼下就响起了警笛声,尸体也被拉, 李阿斯与社区工作者哀家做了调查,熊霸心里慌得不行,但两口子表面上还算淡定,也没被人看出什么破绽,但这事可没这么轻易结束,时间到了后半夜,小区总算安静了下来,可熊霸心里有事睡不着,就怕阳台上抽烟,连着抽了几根烟后,无意中往下一看,顿时就是一惊,只见楼下站了一个女人,一动不动,死死的盯着楼上看, 借着小区的灯,熊霸一看,那女人浑身是血,头上还有一个大窟窿,满脸的怒容,这不就是那个被砸死的女人吗? 这可把熊霸吓坏了,不过那女人一眨眼就消失了,随着那女人的消失,熊霸家的房门被人敲响了,熊霸本不想开门,可又不能不管,万一有人调查,不开门不就暴露了? 犹豫了一下后,还是走到了门口,不过当她从猫眼往外一看,头发一下就炸了起来,门口正是那个女人,浑身是血的不断向熊霸家靠近,最后竟趴到了猫眼上,与熊霸对视着,熊霸被这一幕吓得立马参倒在了地上,缓了好一会才爬起来就冲进了卧室,一头就扎进了被窝,熊霸也没睡,见熊霸这样就问了一嘴, 身体稍微暖和了过来,熊霸才露出头跟熊霸说了见到女鬼的事,熊霸这话刚说完,卧室的门也响了起来,不仅如此,门把手也在动,像是有人要进来,要知道这可是室内的房门,一下就把熊霸也吓坏了,两口子乃敢动啊,屋里孩子还在睡觉呢,万一女鬼进来可咋办,就这样房门响了整整一晚上,直到天亮才消停下来, 两口子也不敢瞒了,马上跑到警局自了手,听两口子讲完,李阿斯他们整个警局的人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,毕竟这种又是鬼又是神的事,李阿斯也不好多说什么,不过这是一茬还真属实,昨晚真的发生了一起高空坠物致人死亡的案子,但这样的案子因为孩子太小也没给判,只能是个民事纠纷,熊霸一家赔了不少的钱,也算是对监护人监管不利的惩罚了,